中年大叔在家懶散不修蝙蝠 照片傳到網路卻成了高富帥 瞬間變萬人迷 創作者設計迷影梗圖 凸顯不真實的網路世界 提醒使用者要能分辨真假訊息 創意巧思引發共鳴 拿下2022元宇宙迷影梗圖 媒體試讀比賽社會主冠軍 片子中其實他是一個 比較邋遢的一個大叔 就網路中他也是 就是身邊都是美女 就是都是一個高富帥 就是把兩個圖形成一個對比 就是講說網路不一定是真的 長期研究兒少網路使用習慣的 白絲帶光懷協會 舉辦冥英圖比賽 邀請年輕朋友從網路使用者 變成創作者 提升數位文化品味能力 尤其研究也發現 學生每週平均花超過38小時 在網路世界 如果能加強美感素養 就能不被網路侷限 我們希望他能夠是用創造力 有動機的去使用媒體跟網路 而不是被動的去消費 那這樣的話其實對他自己的生命經驗 是有一些影響的 使用網路是現代趨勢 做家長的不應該只是一位禁止孩子使用 與其擔心色情暴力等訊息衝刺 教孩子如何分辨優劣才是當務之極 如此才能真正享受科技帶來的便利 減少負面衝擊 記者邱世銘台北部